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黎女士却直言 自己在这段婚姻里过得痛苦万分 肠上的她一度哽咽 气不成声 在黎女士看来 她的痛苦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来自于身边的丈夫刘先生 她的撒谎很严重 如果她一直还撒谎的话 我就放弃 面对浑身是伤的妻子 刘先生深感疑惑 她根本不知道妻子为何而哭 有些事情我感觉没有那么严重 刘先生能明白她心里装了些什么吗 不清楚 你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吗 没有 甚至有一次 妻子提出离婚 刘先生到现在也不知道离婚原因 虽然厂上的李女士泪水连珠 伤心不已 可观察团的老师们 却对厂上的刘先生深表同情 我觉得女方可能需要被治疗 男方可能需要被理解 刘先生 坦白讲 其实我还是挺敬重的 对于你来说 这个局面确实比较困难 那么观察员们 为何会给出如此评价 李女士的伤痛 到底从何而来 在今天的调节现场 刘先生又是否能够读懂妻子 敬请关注今天的金派调节 妻子的伤痛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李女士和刘先生 我们先了解当事人 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想解决什么问题 夫妻之间沟通 她撒谎 希望她承担家庭责任 有担当 为小家庭负责 现在的意思是 她没有承担家庭责任 没有担当 她的撒谎很严重 她的撒谎 影响了她的责任担当 对 在各个方面 都是这样的表现 对 她小家庭顾好 再顾大家庭 不能大小分不开 造成小家庭的矛盾 如果她一直还撒谎的话 我就放弃 她说我撒谎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 你是清楚 还是不清楚 有些事情只是说 没有及时的沟通吧 我感觉说不说 没有那个必要吧 那以后你还会这样吗 以后不会吧 比如说对于她刚才讲的 家庭责任担当啊 小家和大家的矛盾啊 等等 这些在你看来 是你们家里的 现有的矛盾吗 我感觉没有 并不觉得很严重是吧 但是她刚才说的 那个结果还挺严重 如果做不到的话 就离婚 有些事情 我感觉没有那么严重 通过老师的调节 和他自己的努力 跟他过去吧 你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调整的吗 没有 就不负责任的 一种表现嘛 有些事情出来以后 我才知道的 慢慢感觉到了 原来你是这样的 李女士强调 这个家之所以矛盾频发 就是丈夫爱撒谎引起的 可是对于李女士提到的 婚姻中的种种不如意 刘先生并不认为这是问题 更加不觉得 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 一切都是妻子小题大做 也正是刘先生的这番态度 让李女士坚定了 此番调节的决心 她在场上控诉 丈夫的撒谎和不负责任 一直存在 就在去年 丈夫背着她 私自将家里的 十万元卖房款 转给了婆婆 前年八月份 我孩子考上学了嘛 经济有点紧张 我们就商量一些 把房子给卖了 去年我出去打工的时候 她把那个钱给她妈妈了 你走之前并没有同意 因为我走的时候 她没有跟我商量 等我出去打工了以后 才找到她 我说我那个侄子呢 她说不知道 钱为什么转给她妈妈了 她可能受压炮吧 所以你气的是她妈妈 还是气的是她 气的是她没有主见 听了她妈妈的 对 她当时给我说的是 等我回来以后再处理 在你的想法里 关于这笔钱的处理 根本就没有给她妈妈的 那一部分 是吗 对 这个房子是我们没有结婚前 老妈和老爸买的一套房子 我们在里面住 后来我们买了房子 我们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租了几年以后 她当时和我商量 把这个房子卖了 我说卖 这是老妈的房子 不是砸的房子 不能卖 这些话你是在卖房前 就跟她说了的是吗 当时卖房子的时候 给她说的 当时她的反应是什么 她没有说什么 我签了字把房子卖了 卖了以后不到二十万 我不到一年时间 把这几万块钱花了 给你妈妈那个十万 是怎么给的 那十万块钱 我不能在那里放了 我再放那里 我再过一年 估计这十万也就没了 老妈的养老钱 根本就一份要拿不得了 卖了房 这一部分钱要给你妈妈 在你心里 这是肯定要做的事情 是吗 肯定要给 卖的时候 没有立刻就给你妈妈 是因为什么呢 我当时呢 钱都不知道 花到什么地方去 是你个人的花销 还是家庭的花销 家庭花 在她走之前 她说了 等她回来处理这笔钱 对 我当时我说可以 那为什么没等她回来呢 我要是等她回来的话 我的钱 老妈一份要都拿不到 对于她刚才的解释 你能接受吗 我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她给她妈妈 留了两次养老钱 现在看病 关于钱一部分的 都是从她口袋里边出的 她妈妈自己一份钱又不花 那个钱让我怎么接受 一个老的要三份养老钱吗 她刚才说 这个房子本身就是老人家的 卖了自然要归他们 那如果说给老的买房子 你当时就跟明人说 你没有房子算了 干嘛跟明人说 你有房子骗我呀 你以为这个房子 就是你们的了 我们结完婚以后 她表格有一次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房子交七岁 七岁交了 到时候就改成她名字 你更加认为 这个就是你们的房子了 至少是她的房子了 是吧 自始至终 李女士都觉得 卖的这套房子 是自己的房子 卖房款都花了一半了 事到如今 丈夫却说 这房子是婆婆的 甚至把剩下的卖房款 一声不吭地给了婆婆 这让李女士难以接受 可刘先生对于李女士的不满 却表现得毫无波动 十分平静 在李女士看来 丈夫压根没把她当回事 在钱的问题上 丈夫是只顾婆婆 不顾自己这个妻子的感受 除了卖房款 李女士还发现 丈夫竟然背着自己 偷偷藏私房钱 我第二年 出去打工回来的时候 她那卡上还有钱 到第三年我回来 我看见她 折子上面少了一千块钱 我问她 我说你那一千块钱 干什么花了 她就说还他们主任了 我知道那少好 我就不再想和她争了 就因为这一千块钱 这怎么就证明她有私房钱 因为当时家庭 开销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那一千块钱就是明的了 所以你们家里 平常的花销 哪怕只有一千块钱的出入 你也能察觉到 那一千块钱 她说是还她家主任呢 我就知道不对劲 如果说在你们俩之间 只发生了这一千块钱的出入 我们可以把它列为一个特例的事件 突发了什么状况 你不了解 可能我们认为是个例的事件 到你这里就是肯定的答案 会对她这么不信任吗 前年我回家以后 我发现她钱包里边 有一张一万块钱的个存票 我一看 她等于提前把钱存了 一张是前年 她6月11号存的一万块钱的折子 有一张是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存在一张扶娃的两张折子 这两笔钱我都不知道 我说那个钱提出来 她说都取了 我不相信就跟她一起去 到那提就没有 那钱也不加 怎么有这笔钱的 已经这笔钱怎么没有的 你都不清楚 是这个意思吗 对 钱在房子里面 26万房钱你出的 是我出的 我就是上班吧 工资吧就是3000多块钱 包括孩子上学 家庭的开支 你自己存自己管理是吗 对 也没有给媳妇交 也没有什么 明白 她要给我要 给我2000 我给她转 你说3000 我给你转3000 比如说 每一笔收入 或者是我有进账的时候 你会这样主动跟她说吗 没说过 她问我就跟她说 她不问我也不说 对于你挣多少钱 以及你花多少钱 她一直以来的态度是什么 一直就不相信 这个不相信 你觉得源于什么 源于我不说吧 为什么不会主动告诉她呢 她竟然看我的手机 我有银行提醒 她到我手机上就可以看见她 你为什么不会主动跟她说呢 没必要吧 因为就是3000块钱 持户跟人说吗 对于丈夫的经济 李女士是毫无信任 尤其是涉及到与婆婆的经济往来 李女士更是万分猜疑 只要发现家里经济账目的问题 李女士首先就会联想到婆婆 进而引发夫妻间的争吵 刘先生不知道的是 妻子与母亲之间的纷争 很早就开始了 她中间这个桥梁没有搭好 所以你和她母亲是有矛盾的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见完婚吧 碰碰的小矛盾就都会开始 在李女士看来 婆婆一直不待见自己 生活中很多时候 婆婆都给自己使绊子挑骨头 甚至在自己母亲重病的时候 婆婆也恶语相向 毫无家人的温情可言 在我妈妈生重病的时候 婆婆在家里说 我妈妈养的两个女儿都死亡不上 因为我本身也算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你觉得婆婆这是一句感叹的话 还是婆婆是故意伤害你妈妈的话 算是伤害吧 故意刺痛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妈妈九月二十九不在的 我跟她第一次离婚是十一月十一号 也是因为她妈妈的一句话 让李女士至今无法释怀的是 十一年前 她和丈夫离婚 也是因为婆婆的一句话 好 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 当时都上着班 两个孩子也上学 我就跟她说 你回去给婆婆说 让她没事给我们包点饺子 放到冰箱里边 有时候带孩子回来紧张的话 住起来吃着方便一点 第一次说的时候 她没有说话 后来又给她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她就在那泡哮 心里就像压中那种火那个样子 把那个话直接说出来了 我一听 不像她的口气说那个话 什么话 我是实在想不起 只能想起原由是什么 就反正看不起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 她妈妈在她跟前说啥了 但是她当时那个样子 我知道是 她成传话筒了 把那个话学出来了 然后就因为她说这句话 所以你们俩离婚了 对 因为那句话就是她妈说的 这个话下了定论 它就会形成很大的矛盾 而这个定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下的 过程是怎么样的 在你的描述里都挺模糊的 因为我们离婚 他们家连说的不是一次了 在你心里 你是一直都感觉到 她的家人 比如说婆婆 是不太待见你的 或者不太看得上你的 对 你心里预计的这些不满 这些委屈 这么多年 有没有试图跟她说过 我没有说过 你没有跟她讲过这些事 但你认为她应该知道这些事 她知道 因为她说那句话 三天以后我们离她婚 刘先生能明白她心里装了些什么吗 不清楚 第一次离婚 我都不清楚 怎么糊里糊涂把这婚都离了 逼了三天 非常牵制 问什么原因不说 她觉得你知道 她觉得我知道 她觉得的事太多了 你真的不知道 对 我说离开 离 我静神出户 我走 拿了我的衣服 拿了一场被子 我就走了 刚才她讲了很多 和你母亲之间的那些 你都知道这些事情吗 大多数我是不知道的 你听的是什么感觉 对伤害她的时候 我妈妈 我感觉不会 不会那么针对性 是吗 对 一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 小事 为什么她会这么敏感呢 可能是我原因造成的吧 不在中间调解吧 你说你的她说她的 所以你怎么说吧 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呢 我说了不管用啊 妈妈再不好 她不会害她的儿子 所以你大多数时候是选择沉默 只有沉默 随便你怎么理解吧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前世后世全部都翻出来 有的没有的 我都没听说的事都说出来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你怎么我能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的婆媳关系会不好 性格吧 媳妇有些太要强吧 什么事都像她说了算 刘先生不知道 原来妻子的心里 藏着这么多的委屈和不满 直到今天他才明白 当年的妻子究竟为什么而离婚 后来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 两人不到一年又复婚了 可是这之后的十余年里 婆媳冲突仍在这个家不断上演 面对婆媳矛盾 刘先生这么多年 依旧是袖手旁观 不管不问 李女神内心的委屈 不仅没能减少 反而越积越深 就在今年正月 这场大人之间的风波 居然蔓延到了孩子的身上 去年正月他妈妈住院 孩子去医院看他妈妈 孩子去医院招募他的时候 他把他家亲戚叫去 然后大家亲戚就说 让我家孩子吃糖呢 给孩子递的过程中 孩子没有接住呢 大家亲戚就把那个糖摔到底下 然后在那妈呢 我家孩子说 他奶奶给他家亲戚 一直在那说我 这不好那不好 大家亲戚就让我家孩子发脾气 孩子没接住就把糖摔在地上 孩子手还没伸呢 你觉得人家这么做 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 故意的 针对孩子吗 他奶奶在他家亲亲跟亲 说我战不好那不好 可能想让孩子传话呢 欺负我 想让他跟我闹别扭呢 我们闹不起别扭 他妈就 那孩子说事 对 孩子那天晚上回来 就心里绷不住了 现实地里在那儿 大人这个行为 伤害到孩子了是吗 我家孩子说的时候 他也在跟亲的 当时这事我也不在场 我上班了 孩子自己去的 那天可能是放假了 我没时间 我就让孩子去了 我不具有这个事情 你不会去观察到 孩子是什么样的反应吗 没有 孩子要是给我说 我肯定要问的 不会有这种事情吧 他刚才不是说 孩子在说的时候 你是在旁边的吗 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 他不是没有印象 撒谎 逃避载 当时孩子说的时候 他也挺难受的 他装头疼 然后把擦杯都甩了 地板砖都磕上 他怎么会不记得 那天我喝的酒 比他喝的还多 他喝多的时候我记得 我不记最什么事 他那天晚上 不管是面对妻子的痛苦 还是孩子的哭喊 刘先生都是用一句 不记得来回应 这让李女士觉得 身边的这个丈夫 只会一味地逃避责任 而无半点担当 可是对于刘先生而言 这一切他不是不愿面对 而是实在无力承受 在刘先生看来 妻子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活得实在太过沉重 而这与他的原生家庭 有着很大的关系 你的原生家庭 你说是单亲家庭 爸爸是不在 还是爸爸跟妈妈离婚了 后程 离婚了 在你们多大的时候 我妈妈带我妈改家了 好像是六岁半吧 你从六岁半 跟妈妈到了第二个家庭 到你成年这个阶段 你自己感觉家庭氛围 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 也是没有过头 互相之间都没有过头 包括你们母女 我母亲会有一种 让我解释的方式 就是妈妈后来 生重病的时候 亲父他们家里 他非常不好 治病包括其他方面都有 妈妈去世的时候 我说的打击很大的 当时手机里边有他的照片 我已经翻到的手 都删了 都没法看是吗 晚上睡觉 想他吗 你这个状况 大概持续了多久 一直有这种状况 伴随吧 一直都是这样 因为知道妈妈 挺苦的 我结过婚以后 我在南方这边的事情 从来都不给妈妈讲的 然后就看到妈妈去世 看他最后一幕的伤 心里老下伤害 你这个伤是在为妈妈伤 还是也为自己伤 都有 他这段时间的这种变化 刘先生有注意到吗 没有 对他不会有什么关注 这是你和他生活当中 你的常态吗 对于妻子的伤痛 刘先生似乎一直没有察觉到 可是原生家庭的这根刺儿 一直扎在李女士的心里 对夫妻俩正常的相处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刘先生对于妻子情绪状态的忽视 也让李女士心里的这根刺儿 越扎越深 随后 律师肖晓明提醒刘先生 夫妻有平等的财产处置权 作为丈夫 刘先生要尊重李女士 在财产支配上的知情权 关于那道旧房子买卖的问题 这十万块钱 该不该给你母亲 民法典162条是这么规定的 夫妻对共同财产 是有平等的处置权的 因为卖房子这个行为 是发生在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你这套房子是你结婚前就买的 然后你在结婚期间卖掉了 这个钱还是归你 跟女方无关 但是像你这种小产权房 我觉得从夫妻感情来讲 这个钱的处理 应该是要互相商量 哪怕是说这个房子 是我母亲给我买的 现在房子升值了 我们至少要拿出一大半来 给他作为养老基金 一出的九万块钱 我们可以作为夫妻财产 我们来用家庭贴补 这都是可以商量的 所以我认为你在对于处理 老房子房款这个事情上 你没有做到夫妻平等 没有去尊重法律说 夫妻对这个财产 进行平等的处置 因为你这么一处置 那么女方 她就认为了 我在家里不平等 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她的心事极其细密 极其敏感 你小是糊涂 你大事也糊涂 所以她经常说你说谎 其实我觉得你不一定是说了很多假话 只是可能你说无法沟通 第二 她一直认为你藏私房钱 觉得所有的钱都是私房钱 你觉得很冤枉 你没有说 她不知道 她只看不到你用的 看不到你的劲的 从夫妻关系的平等性来讲 夫妻对财产处置权的平等性 包括财产知情权的平等 婚姻存亦间的家里收入 不管是女方的男方的 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她有权利要知道 所以我觉得以后你在家里面 其实收入还是有义务要告知一下她 这个可能对你们相互的这种性能 会有好处的 我觉得女方可能需要被治疗 男方可能需要被理解 女方在陈述的过程当中 你内心的感觉就是那种哀怨和委屈 那种哀怨和委屈的话 可能真的是跟你内心的那个种子 是有关系的 那个种子就是家人就是不安全 这个种子可能带到了你的现实家庭 现实家庭的一些做法 也不太妥当的时候 就会激发你那个种子 你说到你五岁的时候 你的亲生父母就离婚了 那么离婚之前肯定发生了很多矛盾 你那么小 可以说家庭的不安全的种子 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 而且后面也没有得到疗愈 你说你六岁半的时候 你母亲改嫁了 而且在那个家庭当中 你说到你的继父 在你母亲病重的时候 他的家人虐待他 而且之前的话 在你继父那个家庭 你们也没有什么沟通 估计也不怎么样 所以在你的内心当中 家人就是不安全的 这个种子一直在你心里面 所以你才对你的丈夫也好 对你的婆婆也好 你一直觉得他们都是不安全 而且你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 习得了一种东西 就是没有沟通 只有执念 包括你跟母亲之间 包括你跟你继父之间 你们之间可能都没有什么沟通 所以在你心里面形成了很多执念 形成了你在现在的家庭当中 有一种被害的妄想 你们之间就会形成争吵 那么争吵多了以后 你老公的应对方式就是沉默 这种沉默让你更没有安全感 那么这种时候你会有投射 你会觉得老公不好 就是因为婆婆 你把那种不安全感 投射到婆婆身上 就继续地放大 你感觉到很严重的问题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都把它放大了 这个放大就来自于 你的成长经历当中 确实内心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 来自于那个种子 家人就是不安全的 所以你永远感觉不到那种安全感 刘先生 坦白讲其实我还是挺敬重你的 一个是敬重 一个是惋惜 为什么敬重呢 是因为我知道 当身边有一个相对来说 很难容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 他有多么艰难 他会让自己整个的生活 处在巨大的消耗当中 你能够坚持下来这么多年 能够把孩子培养得健健康康 而且你自己也能够在这段婚姻当中 我们讲一个字叫幸存下来 对于你来说 这个局面确实比较困难 我们刚才看到 你身上其实有力量 能够承担 把一个这么艰难的家庭 能够撑起来 但是可能还不够 你的稳定和力量是够的 但是你的沟通是不够的 你的建立信任的基础是不够的 你自己的开放性是不够的 比如说你的沟通 在你的经济基础之上 你对于感情的抒发上面 你身边这个女人 确实特别需要漏情 特别需要关注 特别需要信任 特别需要你能够去包拢她 撑住她 如果你离她远远的 如果你做的事情 让她一件比一件更不信任 那么你们的感情基础 就是越来越弱 你面对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大 你们都不想离开 那你只有往那个方向走 你要加强的是你的柔情 你的靠谱 而不是往反方向走 像这样一个女人 你对她越柔情 她就越可能回到正常的 跟你生活的频道上来 你对她越冷漠 她的猜忌 她的攻击 她的事无巨细的那些捕风作影 可能就会让你的生活会 处在一个没有办法立足的境地当中 我会感觉你不仅仅是说 对你妻子的柔情是在减少 包括你对你自己的感情也在减少 就是你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不需要感情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 慢慢把自己的感情也排斥出去 唤醒自己的感情 同时唤醒你妻子的感情 李女士 你认为是事的事 我们都觉得根本不是事 但是你已经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了 让你如此悲悲怯怯 婆婆的一句话导致了你们曾经离过婚 婆婆到底哪句话 说了什么不记得 只要是你认定的事情 事情本身不重要 你认定了才重要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 你的确是在心理上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十分有必要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你的这种状态 就是我妈住院期间和出院以后回家 我去看她的时候买的东西 继父就给我家亲人说东西都扔了 都没让了太太吃 人已经去世了我才知道的 母亲那个人很忠厚的 在继父家里过了三十年 最后受到虐待 在我心里也是个隐忧 那你找过继父了吗 你求证去了吗 看到我继父他们家的人性 就看透人性有啥用呢 我们看透了人性 我们都知道怎么去处理问题 我们有更高的接纳和豁达 你看透了人性是让你从此不能有快乐 是让你从此不知道怎么生活 是让你从此看你身边的人 个个不太像人 你问题的成因不在于你经历了什么 也不在于你母亲生前受了虐待 而是在于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你的认知产生了偏差 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你没有做任何作为一个女儿 应该做或者能做的事情 说白了就是你啥也没做 然后就在那自顾自的 觉得自己看透了人性 看到了感情的淡 带着这种心理 用这种目光在看你 现在所生活的家庭当中的人 你婆婆 你老公 你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 你认为你母亲所受到的苦 但你却没用 如果没能力做 咱就先过好眼前行吗 做好自己行吗 你还有儿女啊 还有老公啊 你自己对这个婚姻 是有责任和义务的 无论怎样 我们都应该担当起眼前 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告诉了一女时 要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学会自我疗愈 回归正常生活轨道 而对于刘先生 老师们建议 学会多跟妻子沟通 重新建立与妻子之间的信任 帮助妻子走出心理困境 随后观察员朱永卓和刘先生 率先来到了密室 这25年的婚姻 你没有 还是没有去真正去了解 她的这种性格 还有一次啊 就是说翻老丈 把以前的事 这个不痛快那些 全部提出来 我发现提到她这个 原生家庭这部分呢 我觉得她还是很伤感 就是说明她的原生家庭 一个是五岁之前 这个原生家庭 还有她继父这个家庭 其实对她负面影响 是很大很大 而且这种影响 是非常不可逆的 我会有些人也感觉 就是生活不能跟她说 一说 有些人不能说 越说吵吵吵吵吵 还不如我说就要沉默 你可能真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经济上确实要透明 包括可能增加自己的这种 内心的那种包容 你多能够包容她一点 多理解她一点 包括以后这个问题 能够尊重她一点 她这边气顺了 她也会更顺着你 观察员朱永卓提醒刘先生 帮助妻子调整好心理状态的前提 是自己要做出积极改变 而在密室的另一边 廖喜玉提醒李女士 要从自怨自意的状态中走出来 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 擦擦眼泪好吧 把心态放宽好吧 不要钻到里面 那你一直套在里面 套在那个泥坑里面 你是很难受的知道吧 长期这么折腾自己 对身体真的不好 听到没有 我从你丈夫的这个态度里面 我独得懂他 这个男人还真的是爱 你比如说他会讲 老婆你说我杀法 我确实杀了这个谎 因为我怕你生气是吧 我又没办法来哄你 婚姻还是要继续走 这个男人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 对于如何继续 接下来的生活 李女士提出了 对丈夫的几点期待 经济要透明 第二他要和家里人 学会沟通 第三个他对孩子和家里 要有爱心 要学会关爱 要关心自己 他体质弱 你们俩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上班吗 要是我上班的话就不在了 相差多远呢上班 上班去年在杭州呢 一千五 不在家两个孩子谁照管呢 两个孩子两个基本都住校了 都不在家 那我觉得你压力气还蛮大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自己的这个住宿这里来 你是安子怎么写你知道吧 安全的安 你家里面要一定要有个女人 因为你们夫妻俩这样分开 孩子放到学校计校 开支是一个方面 但是你们两夫妻 各自都牵挂着对方 你也会去想东想西 也导致了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崩溃 观察员廖喜玉劝解李女士 化解夫妻矛盾的第一步 就是李女士要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 那么对于李女士提出的要求 刘先生愿意接受吗 密室回来再揭晓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两位当事人 现在是什么想法 其实我也非常爱她的 她这些年对家里付出 我心里也是知道 为了将来这个家庭更好吧 共同奋斗 我自己对我的不足也会有改变 我们对你的问题分析完之后 你是听得进去的 能听得进去 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 愿意慢慢尝试着去解决她 是这意思吗 对 老婆辛苦了 在外面我也很牵挂你 回来吧 回来在家里 以后的生活 我们先沟通吧 我也不想欺骗 机会又不会欺骗你 改正以前的许学做法 经济就不透明了 好的 我相信你 姐夫 我爱你 爱你 我们都感受到 你们相互之间温暖的 这个暖流了 问题呢 肯定还没有彻底解决 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学的 我希望我们金牌调节的 这本《智慧精华幸福21问》 能够给你们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回去两个人都好好看看 看完之后 再相互商量商量 这就有一个沟通的方向和渠道了 好不好 好的 谢谢刘专家 谢谢各位老师 调解末尾 刘先生的一番话 给了李女士很大的心理支撑 夫妻俩在现场互相拥抱 重拾了信任 曾经 李女士悲伤度日 既影响了身体 也伤害了身边最亲密的人 而刘先生 没有注意到妻子心中的痛苦 导致了夫妻之间情感的隔阂 希望夫妻俩回去之后 都能够积极调整 做出改变 作为李女士而言 要学会强大内心 重塑自我 而刘先生 也要多关注妻子 爱护妻子 只有这样 这个家才会充满笑声和爱意 祝愿她们越来越好 祝愿她们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